我也很想多謝你 就是你這麼多年來的付出 多謝你陪著我長大 身兼這麼多不同的角色 在我照顧我們成長 你付出了你人生最美好的年華 宋遠榮,2021年香港小姐冠軍 爸爸媽媽在她小時候分開了 她和媽媽媽媽一直由媽媽照顧成長 從小到大,媽媽都悉心栽培她們 參選期間,媽媽更加是她的幕後軍師 好,我們今集的最強守護者 請來美貌與哲位並重 冠軍港姐Sabrina 以及身處澳門的媽媽Michelle 你好… 果然是選美世界,很漂亮 她剛才打開小幕,這麼漂亮 可以繼續去選美 Sabrina,你已經很久沒見到媽媽真人 多久沒回到澳門 其實我是去年六月初來 我們美貌香港的第一次見面 現在計算,其實差不多一年 應該是我這麼久以來 最長時間和媽媽分開 是嗎? 是不是很想念媽媽呢? 對,我希望我們快點見面 對… 真的 伯母也是,在澳門應該很想念女兒 我又很想在她參選的時候和她在一起 對嗎? 當然非常掛念 是真的因為這次分開是最長的一次 加上現在疫情 她又獨自獨自獨 我也挺擔心她 不如這樣吧 分享一下Sabrina小時候的事 媽媽和Sabrina的關係 是否一直都非常好呢? 我最擔心她們的心智發育 和心理的發展 這是我當時最害怕的 但我每次看到她們兩姐妹 還有一件事 包括她的學業方面 都很自律和很自覺 看到她們那麼懂事和那麼生性 我都會… 即使多… 不好意思 多艱苦和多不開心 我都會撐下去 她們兩姐妹 一定是我生命中最重要 和是我的動力 看到她們的心情長開開心心 我覺得所有東西都值得 你小時候,你單親家庭 你有沒有感受到 你媽媽做很多事情 去彌補一些缺失 令你覺得自己是一個很幸福 很溫暖的家庭長大? 其實我很感恩 我現在和媽媽的關係 是好像朋友一樣 我覺得跟父母和子女 可以做到朋友是很難得… 她當然很努力去彌補 我們家庭的網絡不太完美 可能有時學校的運動會、親子會 人家可能有爸爸一起陪 我只有媽媽 但她也會很努力抽出她自己的時間 去跟我們做一些運動類的項目 可能有時要男士才行 但她也會像女強人、超人一樣 陪我去做這些事 所以我覺得她真的很偉大 我知道今天Sabrina 有些話想和媽媽說 是的 不如在這個時間就交給Sabrina 好,其實我今天準備了一個驚喜給你 在旁邊 我寫了一封信 媽媽,首先我想說對不起 因為以前小時候 一定經常會有些無理取鬧 語氣不好的時候 也因為我小時候很白嫌 應該會帶來不少的麻煩 但我也很想謝謝你 就是你這麼多年來的付出 謝謝你陪著我長大 身兼這麼多不同的角色 在我照顧我們成長 你付出了你人生最美好的年華 而這麼久以來 我都沒聽過你說過一句辛苦 所有事你都先想了我們 從來你都很少為自己考慮 雖然我們的家庭旁人看來 好像不是那麼完美 但是你令我覺得 我能夠在這個家庭裡去成長 我有多麼幸福和幸運 希望過去這二十二年來 我又 made you proud 還有我將來做的事 都會 keep making you proud I was only able to achieve success in life because of your unconditional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I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 in this world You're a loving daughter Sabrina Michelle 有沒有回應 我跟Sabrina說幾句 Sabrina 你現在踏入你人生 一個新的階段 而你選擇了這個方向去發展 我很希望你做每一件事都要認真真 盡心盡力去做好 他做好你自己 就享受你現在的生活 你的工作 開心心 無論將來會是怎樣 我們一家人都會支持你 希望你一切都順利 I love you 謝謝 我用我手いて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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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